而且這個被告的筆錄,律師本來就可以閱覽的 而且司法院已經答應說他可以把這個可以閱覽的部分抽出來讓律師去閱覽 那我不曉得這個還破壞什麼司法的這個訴訟的理論 我跟委員報告,人權的保障當然是這個普世的價值 大家都應該去尊重人權 但是本來憲法上所規定的權利並不是不可以加以限制 我想這個委員 所以我們才限制那麼多,證據不可以看 所以其他的偵查資料不可以看 我們只有看被告他自己被問的筆錄而已 人權的保障並不是可以無限的上綱 所以我們在何於憲法23條的規定底下 我們當然對於人權的保障我們一定要去落實 那至於這個問題我們還是建議 這個我們再來審慎的研究以後再處理 這個林警長這樣的意見我非常欽佩 但是在實際的執行上如果沒有法律的民文規定 說我這個函就這樣規定 是不是會這樣子落實 好,那這樣子你們是不是可以在幾天內一個禮拜內 然後連幫你們應該要加的條件都把他明明的寫上去 而不要只是用一個說技術上沒有克服這樣一句話 把這個把它打掉可不可以 我們再來這個研究 如果在這個整個訴訟法的理論都沒有抵觸 然後 這本來就沒有抵觸啊 我只是看我被告我自己講的話的理論 具有可行性的話 具有可行性的話 我們願意來研究 那是不是一個禮拜裡面把你們覺得應該要加的條件 就是你剛剛講說要法律民文嘛 所以你把應該加的條件把它加上去嘛 這個報告委員 我沒有說絕對是可以啦 但是我們願意來研究 如果認為可行 我們會把這個條文擬出來 好,那你就要研究多久 研究多久 在協商之前我們會研 協商之前 對,我們會研究出來 因為我們這個其實也不僅是我們 法務部一個機關 我們還有很多的偵查輔助機關 包括司法警察機關 我們要徵求 徵詢他們的意思 所以一個月內可以吧 因為協商一個月嗎 可以啦 可以 好,那就一個月交出來 好,謝謝 市長這個是有但是